大家好 我是赛艇队长 布加图四弟也胡思乱想 那在国内有一档综艺节目 叫做我是歌手 一群歌手啊 同台竞技 观众呢 给他们打分 最后绝出名次 那为了显示 中国是一个有包容性的大国呀 也会找一些外国人来参赛 不过一般咖位都不大啊 这样就是既能显示出包容性 还能让中国人赢 哎 这多好 不过这次不一样 这回请过来这歌手啊 咖位比较大 俩人叫啥我不太清楚啊 就是我对音乐不太了解 反正这两位都是能在格兰美上 这登台现唱那种人 那么这个那很自然就到这个中国 这一片艺术荒漠 不对 因为艺术荒漠可能是过分了啊 反正中国这是一个艺术半干旱地带吧 这属于降维打击 那第一期呢 这两位排了前两名 然后在他俩拿到前两名之后 那排第三的那个唱歌的叫拿英 他就就热了一下 因为他是满族 他还是叶和那拉市 在民国之后呢 很多叶和那拉的满人改姓啊 改姓叶或者改姓拉啊 只有于谦他们家改姓拉啊 还住皮条胡同老拉家啊 只有于谦改姓拉了 其他人都是姓叶啊 或者姓拉 那么因为哎 叶和那拉还有洋人 所以这叶和那拉第一档洋人这个梗不就来了吗 那也不到这些人是选择性的忽略 还是说不太知道历史啊 过去还有一位叶和那拉市 那叫呃 那个还有一个更耳熟能详的名字 叫慈离太后 对吧 他抵抗洋人战绩可不怎么样啊 紫禁城都被人给端了 自个儿就打不成汉 汉家老太太的那个那个模样 汉家农妇都都都跑了 所以这隔着题再这么题好玩吗 啊 其实我也对那些 就是玩什么叶和那拉鹰子啊 什么武军老太守国门呢 这些烂梗 我觉得真的是挺腻背的 就是多少的咱甭管是说 甭管是说你的立场怎么样吧 你的立场怎么样啊 你作为一个华人 有中华民族血统的人 然后你用自己的百年屈辱史这个开端来玩梗 这真是要点脸吧 对吧 那从这个拉英德第三之后啊 紧跟着这话风就不对了 一众歌手纷纷在这个自媒体上发消息 韩红啊 我是中国歌手韩红 我申请出战啊 其他歌手也也发了啊 反正就是必须要给中国人找回厂子 这不知道的 我以为怎么了 这是啊 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了 是吗 每个人都要被迫发出最后的吼声了 啊 这要配个画面啊 然后一条条申请出战的文字 再用这个 嗯 那种超强视觉冲击力 然后再用相片啊 就是做成那种很有冲击力的 这个这个 很有冲击力的文字 还有冲击力的相片 再配上一些慷慨激昂 很有冲击力的音乐 那这玩意倒是挺满腔热血的啊 挺壮怀激烈的 但话说回来 你好好想想 这玩意这不就是一个歌唱节目吗 外国人拿冠军了就拿呗 怎么就整得跟国难当头似的 有这必要吗 而且关键你这么一弄 你让投票的评选很为难呢 这就直接就影响了节目的质量 你就想吧啊 有了这么一个梗 什么又守国门呢 又被国家申请出战呢 那一旦这台上 中外歌手同台竞技 这分怎么打 这票怎么投 本来这就是一个音乐比赛 那谁唱的好 谁分高 这没问题吧 但你现在呢 你硬是往里掺杂了那么多 国家荣誉的因素啊 他们以国家荣誉为动力出战 最后你说你评委打分的时候 你把分 你把票投给了洋人 这是不是辱华了 特别是现在 是吧 华人这敏感点这么高 敏感点这么高 这这么敏感 这爱国话题这么泛滥 你要真说投去了 那那些红卫兵小将 怎么看你们呢 但你说真要是因为这个 然后就有意的 我说我在投票当中 我就不支持那些国外歌手 我就支持这个国内歌手 我就看这个国籍订票怎么样 那这个歌唱比赛 他不就变味了吗 对吧 那他们那些人来了 就注定不可能能赢 因为什么 因为他有一个外国人的身份 那合着这就是泰森来了 比武大赛上 他再怎么着 他也不能战胜马宝国 对吧 那你说这节目 这节目 这 演出来还有什么意义 那这样的情况之下 你胜出的中国歌手 他又有什么意义 对吧 哪怕这时候 哎 现在中国歌手 真是靠本事赢的 也会让人觉得好像 哎呦 不那么货真价实 啊 所谓你说爱国 其实真的是在毁这个节目 我看过一个 香港 香港一个电视剧啊 就是有这么一个剧情 清朝末年 然后呢 就洋人带来的那个什么 纺织机 他值得不 这质量啊 外观呢 都非常好 啊 所以这国人一看这不行啊 咱不能被比下去啊 然后于是就找了一个什么记忆最高超的这老师傅 花了几天几夜 终于支出了一段布 哎 那确实那支的比洋人那个不好 但是 人家洋人那个是用纺织机支出来的 他随便一个普通工人就能操作 而且还能大批量生产 你中国的 你中国呢 掏空了家底 对吧 你责名师 仿高友 你找遍了全中国 你找出来这么一个老师傅 赢他的啊 你赢的对面一个小角色 你那个霍元甲那故事不是也是吗 你赌上了民族荣誉啊 什么国家的顶级武士 你赢的是什么呀 不就是对面一个无人小卒吗 一个踢管的200多斤的英国大力士吗 那 那赢了怎么了 就韩红出战了 怎么了 韩红你赢了怎么了 人家出一个三啊 你出一个四赢了 是吧 但是人家还有尖呢 人还有俩王四个二呢 这都没出呢 啊 况且是你真的有把握能赢吗 还是准备集体装夹 就硬把那什么冠军给中国人 那差不多得了 承认吧 就是现在华语乐坛 整体上就是不行 就是不行 关于华语乐坛不行这事 我就不往政治上扯了啊 我不往政治上扯 什么爱国rap 我不往那上扯了 我说一点 就是华语乐坛呢 因为我不太懂音乐 但我能感觉到到 他对作词啊 作曲好像不太尊重 你看那个港台 港台过去 对于那个什么作词啊 作曲啊 这些幕后工作者 他是很尊重的啊 比如说什么给周杰伦写歌那个方文山啊 还有一个香港那个现在人名不太好说的那位啊 那对就是那个北京欢迎你对是北京欢迎你那个作词吧啊 现在这这人民不太好说了人香港音乐教父顾家辉人能开演唱会啊 这放在大陆可能了啊 还有一个呃 这前辈叫许敬青 这是大陆一个非常优秀的作曲家 86年那个西游记 什么那个感恩录在何方啊 女儿红 不是女儿情啊 这都是他的作曲 但谁知道他呀 他最后办个小型音乐会 他也得靠众筹呢啊 那么这些幕后工作者 咱说一个是魏明 一个是魏力 你看香港啊 什么黄瞻啊 这个这个黄伟文 胡伟立啊 这那么多作曲的填词的获奖无数 这叫什么正反馈 那你再看内地的随便一个大火的歌 你随便拎出来这么一首歌 你知道这个歌的什么是是是谁作词是谁作曲吗 那你既然都不知道的话就说明什么呢 就是这首歌的作词人呢 作曲人呢 他压根就没得到这种尊重 那我既然得不到这个尊重的话 我为什么还要去当一个这种供养者啊 我还把词锡奥楼给别人去唱 然后最最后还还没人知道我 那我为什么要这么做呀 那我就自然来呗 就算我唱歌难听又怎么样 至少这观众还能知道我唱歌难听 黑粉也是粉啊 我起码还能红呢 就对吧 就我起码还能出名呢 对吧 所以你看我写太平歌词啊 我写那个太平歌词大白探 那汉东腊月白雪哀哀哀 瞧见了后雪地里展着个大白 大白探 这写好之后怎么着都得我唱 谢成会不买版权 他休想唱啊 因为我想出这个名 对吧 就我是歌手啊 这个这种其他歌手啊 嗯 报名找场子 这种闹剧 还有一个是什么呢 还能看到一个什么问题呢 就是那种自以为是的捆绑心态啊 就是那种出发机制 哎 一遇到外国人就自动开启了 梅西拒绝和那个特首啊 这个那特首握手 然后呢 就是侮辱了自己啊 也是侮辱了中国人 进而侮辱了中国人 关键是你认识特首吗 你够他着特首吗 啊 特首到你老家 你有机会去挤进去找到他 跟他合影吗 啊 你算什么自己人呢 那中国歌手输给了外国歌手啊 所以呢 原来那些个手指的都碰不着的大明星 现在成自己人了啊 帮歌手摇人啊 好像是自己也加入了华语音乐保卫战啊 那你说 你把特首当自己人 把歌手当自己人 但你从来不问问 就是咱说咱自个何德何能 能跟他们是自己人呢 啊 梅西 梅跟那个特首握手 拿赢 他输了赢了 有半毛钱关系吗 啊 就和咱有半毛钱关系吗 可能就是 难道咱自个 哎 咱平时这个 哎 辱花新闻那么多 然后自个呢 这没机会被外国人辱一下 那觉着是不是 现在辱花的这么多 那感觉我自己没被辱的 是不是就是 我就够不着这国家民族了 啊 够不着这些大词了 所以那些个敏感的心灵 就急需要一个中间物 让自己和那些国家民族 那些宏大崇高的概念 建立起联系 那么这个中 这个中间物 今天是梅西和特首 明天就是拿赢和歌手 后天可能是某个企业 香飘飘 还是农不掺权 是什么 无所谓 只要是他们受了外国人所谓的辱 那人们就 或者是拥护啊 或者是哪个企业辱了 感觉像辱了中国 就抵制 就像迎接一个节日 就像参加一起圣战一样 每个人都觉得自己 予有荣源呐 灵魂都得到升华了 为了这份神圣感 为了这个生命当中 这点补偿 舒本华说怎么说的 他们充满着感激之情 不惜用牙齿用指甲 去捍卫自己民族 所持有的一切缺点和愚昧 那最后的最后 我非常认可一部香港电影 黄飞红系列 这里边呢 有一部是李鸿章 梁光总督当时是 梁光总督 他办了一场狮王争霸赛 黄飞红呢 在一众外国人的加工之下 赢得了冠军 拿了金牌以后啊 他说了这么一段话 李大人 所谓胜者为王 败者为寇 现在金牌在我黄某的手上 并非我赢了 以小民之见 我们不仅要练武强身 以抗外敌 更重要的是 广开民智 智武合一 那才是国父民强之道 区区一个牌子 能否改变国运 还请李大人三思 这个牌子就留给您 做个纪念吧 我是歌手 到底是中国人夺冠重要 还是欢迎外国 更多外国歌手 来展示中国文化 谦虚 包容的心态 重要 那也请 南英老师 韩洪老师 你们三思 好了 关于这 我是歌手啊 这个什么 又谣人啊 又为国出战 这件事 咱们今天呢 就聊这么多 感谢各位的支持 谢谢各位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